中华历史上的三大千古谜团,没一个人懂,专家也没办法。 在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中,沉淀了许多令人未解的历史谜团,有的已经水落石出,而有的还等待后人的探索才能真相大白。 神秘未解的事情总是驱使着我们去一探究竟,想去揭开那显为人知的真相。 下面是中国历史上至今未解的三大千古谜团。 第一谜东太后慈安死因之谜在清朝的历史上,作为两宫皇太后之一的东太后慈安,是与西太后慈禧一样举足轻重的人物。 然而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,公元1881年四月八日,一向健康无病的东太后慈安在十二小时, 内境突然发病急暴走,实在出人意料。 从此,慈安之死成为轻功的一件一案。 传说咸丰帝留给慈安一封密照,要他必要是处死慈禧。 慈安在慈禧的哄骗下坟毁了密照,把自己对抗慈禧的一件最大的武器也毁了,慈禧便堵死了他。 对慈安太后暴徒的具体原因,至今还存在着争议,除众不知说外,还有自杀,自然死亡等说,自杀说来自清败雷朝。 书中说,霍约,孝亲时政已会卖嘱托,干预朝政,与扑鸡,孝真不能容,又以慕能不能与之别。 大慧,吞鼻烟壶自尽,清朝也使大官礼又用霍约慈禧命太医,以不对政治要致死亡,来说明慈安未用错要致死。 慈安太后暴足的真正原因,至今仍是一个谜,第二谜金贵之盟之谜宋太祖赵匡印驾崩后,皇位由其帝赵光义继承,正是认为光义乃合法继位,侍奉太后金贵以赵之命行事,但后来有人对金贵之盟仪式提出质疑,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。 奉使有好几处提到金贵之盟是,赌太后传里面继续,建龙三年公元961年,太后病,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,太后自知命已不长,赵宅向赵普入宫,太后问太祖,你知道怎样得天下的吗? 太祖曰,我所以得天下者,皆祖先及太后知己庆也。 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贵之盟,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,一千多年来,没有人怀疑金贵之盟的真实性,这一盟约就成了宋太祖坦荡无私的例证。 第三名郑和七下西洋之谜,郑和下西洋,那壮举是郑和成家喻户晓的人物,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,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。 他守民成组的派遣,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支撑万里海域,先后七次下西洋,郑和航海规模之大,航程之远,所到国家之夺,为历史所罕见。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墓地,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。 有人认为,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地,也有人认为,郑和下西洋是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墓地。 李长复的中国殖民史,趁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,称为炫耀自我。 郑和生,郑一军在郑和下西洋简论中认为,郑和前三次下西洋,其目的是同亚非三十多个国家结盟,顺便打听朱远的下落,后四次则是为宣扬国威,到底哪种说法才是当时明成祖派郑和西下的真正目的呢?